在影片開始之前 請大家記得要訂閱我們的頻道 因為最近訂閱率和觸及率都很低 希望大家可以給一點支持我們 讓我們繼續有動力製作下去 和大家宣佈一下 我們Uppercase的尖沙咀美麗華分店 已經裝修完重新開幕了 我們的位置是在二樓MIRROR DISCOVERY 要走入少少才看到 最近有非常多日本製的餐具和生活用品上架 大家喜歡日本集貨或是想買禮物送給朋友 就要記得來逛逛 今天我們將會離開大阪 去內涼亭留兩天一夜 如果大家還未看完之前大阪篇8集 記得要回去看看 因為蘭波是很多不同路線的交會點 所以今天我們由蘭波出發 直接走過去近鐵站就可以坐車直達內涼 坐快速急行的話 大概半小時多點已經會到達內涼車站 所以就算是不在內涼過夜 只是想一天游的話都很適合 因為交通時間一點都不長 到了內涼之後 我首先就是要去找一間隱世拉麵小店 因為這間拉麵店每日只會開五時三個小時 我怕它會關門 所以十一點多到內涼就要先吃拉麵 去到近鐵站大概走8分鐘左右 走到一些民居附近就會見到這間Fujimon拉麵 聽說它以前一開要不久 已經成為了一間要排隊的人氣拉麵店 幸好我今天都算早來到 竟然不用排隊 這裡的拉麵分為豚骨和魚湯兩種湯底 可以選擇蔥麵或者油麵 豚骨湯是用了豬骨和雞肉出來的 局面有一層泡沫 喝下去很濃郁很順滑 除了餐燒之外 拉麵上面還有半熟蛋 蔥絲、炸牛磅和蓮藕做配菜 以拉麵來說外形都蠻吸引 另外魚湯用了昆布和鮮魚熬出來 湯底都會加入少少豚骨湯提味 所以喝下去很鮮甜 不會因為它是魚湯就變得很清淡 當然跟豚骨湯比較 湯看起來會清淡一點 但是都真的很夠味 我覺得兩隻口味都很好吃 吃完拉麵 距離我要入住溫泉酒店的四點鐘 還有一點點時間 我就去了大街那裡逛逛 這條三條通商店街有很多店 無論是小食店、咖啡店 還是買東西的店都有齊 我來這裡主要是想逛逛中村正七商店 中村正七商店的發源地就是在內涼 而且已經有超過300年的歷史 最初他們是買手工麻糬品戲家 但後來已經慢慢越來越多其他製品 他們的貨品都是一些很傳統的日本類型 好像是達摩、香包或者一些布製品 但設計方面完全不會露土 是大家都會喜歡那種得得意義的造型 所以如果是想買一些有日本感覺的小手信 來中村正七商店選擇都蠻適合的 而且它有很多分店 就算不是來內涼 都可以去日本其他地區的分店 不過內涼這裡就會有很多當地限定的設計 好像我儲開這些小擺設 這裡就會有鹿仔和大佛的造型 這裡也會進行 這裡杯子 這裡火鍋的遊牧場 這裡的氏 這裡有個個嶄 再走前多一點去到路口 就會見到這間很出名吃麻糬的中谷堂 他們出名在麻糬是現場打的 而且是會由兩個大叔即場打麻糬給大家看 一開始他們會兩個人都用場子打 但是打一下其中一個就會開始落手猜 要打到這麼快就不打到手 真的要很有默契才可以做到 中谷堂每天都會賣過千個麻糬 綠色的麻糬外皮加入了艾草 上面灑了黃豆粉 咬開裡面的餡料是紅豆 內糧的麻糬品很出名 所以在大家上面經常都會見到這些賣紡織品的店 其實在江戶時代 內糧是專門生產宮廷和寺院神社用的高級植物 但是到了現在 內糧生產的純麻糬就變成了大家的日用品 他們生產的麻糬不是平時大家做衣服的那種普通的布料 而是用了一種炆醬布料分幾層一起縫製成的 所以吸水的能力特別好 而且他還有一個特色 就是隨著大家越用越久 他們布料的手感都會越來越柔軟舒服 除了可以當日用毛巾這樣用之外 日本人都會把他們當成卸妝用的面巾 或者是BB的沙巾這樣用 順帶一提 我們的門市和網店 都有很多內糧積物製的萬用巾 隨時都歡迎大家來看看 我原本的計劃是來到夢峰廣場 找一間可以占煲雲層的咖啡店 但是原來他在我來之前的兩個禮拜已經沒有了 其實夢峰廣場就是在有很多陸仔的內糧公園裡面 這裡是一個有十幾間餐廳和店組成的area 因為他很近東大寺 春日大寺和幸福寺這些世界遺產 所以很適合大家走到半路 就來這裡停下來吃點東西休息一下 不過可能我今天真的比較黑仔 原本想到他那間咖啡店沒有了 打算再去另一間咖啡店坐著喝杯飲 誰知道去到連第二間都撞正是定休藥 沒辦法之下唯有四周圍逛下 結果就進去這間好大的手信店看看 其實夢峰廣場所有餐廳和店鋪都是以傳統內糧美食為主 例如好像這裡就有內糧好出名的大佛布甸和齒葉壽司 另外這裡也會有很多內糧特產和零食 我覺得這間店購買的東西比起剛才大家的手信店更美 選擇更多 我去找鹿仔的途中經過這座冰室神社 古時這裡是專門製冰給貴族用的 到後來不需要再製冰 這裡就變成了製製冰神的神社了 現在日本的冷藏業或冷暖器相關行業的人仍然都會來這裡製冰 不過這裡最出名的其實是他們的櫻花 雖然我們來的時候還不適合回家 但是它的櫻花被稱為內糧一番櫻 一去到櫻花櫃就會有很多人來這裡上櫻 一場來到就試一下這裡特色的冰籤 球員籤之後要將一張籤白在冰上面 用手慢慢擦擦擦擦才會見到這些籤文 可以在這裡面試一下 所以有很多人知道 在這裡面試一下 而且可以逃走 好可愛 我來的 會有一點 好可愛 部分 我們一起吃 一個 Eunice 坐在這裡 附近 差不多時間我們就要走回車站那邊 準備等車接我們去溫泉酒店 這次我們住的旅館叫做萬葉藥草之宿三粒 他們有個小小的接待處在近鐵站旁邊 如果大家來的時候有帶行李來到內涼 去溫泉酒店之前都可以寄訪在這裏 再溫泉酒店 我會去溫泉酒店 再溫泉酒店 我會去溫泉酒店 還會去溫泉酒店 我會去溫泉酒店 想要做溫泉酒店 要想要把水超没,你會選擇 我會去溫泉酒店 在比溫泉酒店 使用水溫泉酒店 我會去溫泉酒店 我會去溫泉酒店 去到溫泉酒店 都是由一位職員負責接待我們 首先就是在這個大堂喝杯茶 和填寫少許入住的資料先 因為旅館是喜喜藥草山上面 所以景觀非常之好 這裡的房型分為一般客房 景觀客房和有私人風率的客房 這次我們就是選了有私人風率的那種 上房之前職員帶我去選一件浴衣 酒店這裡提供了很多浴衣的選擇 有不同的圖案 連腰帶都有不同的顏色可以自己配搭 酒店分為本館和別館 有兩個溫泉是所有房客都可以用 分別在不同的樓層 如果要用的話就要經過這條很長的走廊 和大家做一個簡單的room tour 這次我們住這間房 入到圓關的右邊就是放床鋪的儲物櫃 左邊就是洗手間和梳妝的位置 正中間把門打開就是客房主要的空間 這次我們這間房的面積不算很大 真的兩個人住就剛剛好 走到露台位置 就會有另一個梳妝和換衣位 打開門出去就是我們這間房的私人風裡 這裡有一個小小的庭園 如果大家選景觀客房的話 應該就會在二樓 更加可以望到東大寺 夜晚我就要去餐廳吃今晚的晚餐 不過雖然是叫做餐廳 但其實每一間客房都會有自己的包廂 早餐晚餐都會在同一間房裡面吃 而今晚的晚餐有少少特別 因為我特別和酒店溝通了我們會吃和牛的sukiyaki 平時大家去溫泉旅館的話 可能早晚餐都是會直接吃酒店安排的懷石料理 但其實通常這些酒店都會有其他菜單 剛巧今次我見到酒店有提供伊賀和牛 所以主菜我就跟他說了我要吃和牛的sukiyaki 前菜方面就和普通的懷石料理前菜沒有什麼分別 都是一些有季節特色的菜式和有新鮮的刺身 至於主菜的和牛就很有驚喜了 因為我沒想過只是肉已經這麼大碟 再加上另外有大大碟的蔬菜配料 最後我竟然飽到吃不完 其實職員有問我們會不會處理過sukiyaki 但因為我怕小孩不是太喜歡的人在旁邊幫我處理 我怕我會吃得很拘謹 所以我就說我自己做OK了 伊賀和牛出了名脂肪溶點比較低 所以煎兩煎已經吃得 入口即容易寫口感很嫩滑 我自己看片剪片的時候也想吃多一次 而且這裡不像平時我們吃懷石料理一樣 將白飯安排到最後才上 職員看到我想自己吃 所以就問我白飯要不需要和主菜一起上賣 吃和牛可以送白飯當然好 所以我給今晚的晚餐真的十分滿分 夜晚大堂的common area仍然會繼續開放 而且會變成小酒吧 當然飲品的話要額外收費 最後就要試酒店的大眾溫泉 男湯和女湯都會分室內和戶外溫泉 不過因為不方便拍攝 所以就給少少網上資料片給大家看看 今集的內涼安全旅館就來到這裡結束了 下一集仍然都會在內涼 會有最新的景點 6月目標頂 大家想繼續看我們旅遊片的話 記得要訂閱我們的頻道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分享 可以給個like支持一下我們 這樣我們才有動力繼續製作下去 都歡迎分享給朋友看 和留言和我們聊聊天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